这样才对嘛 几乎所有的小贩中心 跟那个咖啡店都是这样 上一个星期 我在高文过分 那个小贩中心 我问了一个 这个安全距离的大使 说建立他 向上面反领 你知道他 披头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这个不关我们的事 这个是刀高射的事情 我们没有权过问 这个全部都是 刀高射处理的 这种工作态度啊 反倒只是他们的工作 只是抓人 不要让他们靠近的距离 其他的就不管了吗 是这样的 有关当局请他们来 就是这样的目的吗 他们也应该观察看 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 那么反应给上头知道 再继续的改进 那么我们的疫情 才可以防疫的更好 郑阳大哥你好 我有话要问 因为我打了第二针疫苗 我的心就很喘 整身痛 那个肌肉痛 骨头痛 血压低 我进医院住了三天 回来 那么还要还那个保健 五百多块 那么现在第三针 我就很怕我不敢去打 假如我打了 再进医院 还要再花五百多 不是糟糕 那么我请问你 我已经超过六个月了 那个第三针 第三针要打已经 现在我就怕整身痛 血压低心喘 那么怎么办呢 请问一下 我回来又看两次 医生了 都治 赤子痛药 痛了四个多月 OK 谢谢你帮我问这个问题 小心度 谢谢你 这位杜大姐 我一再强调 我们不是医生 关于你打疫苗 所产生的这些病征 是不是因为打疫苗而引起的呢 如果是的话 我建议你要求医生为您填写一张 疫苗创伤援助计划的申请表格 因为如果是因为注射疫苗而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需要住院 你就可以申请经济上的援助和赔偿 不过必须要由组治医生的信件来证明 至于第三支 也就是追加剂 你可以直接问你的医生 你适合打哪一种疫苗 医生他才了解 我懂得什么呀 我希望政府 一代我们这些建国一代 也立国一代 能够申请到那个半价的 那个出国的那个护照 因为现在目前政府是有说 延长到十年 我对我们这些吃多 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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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不懂还可以吃到几年 还可以吃到五十年吧 我是想说政府可以邀待我们这老人家 考虑考虑一下 哈 哈喽 旧生阳 政府说要拍那个电子购物券 我没有手机 请问那怎么去邻居呢 我希望政府不要把 不要把我们没有手机的人边缘化 谢谢 是的 大哥 政府宣布将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面呢 每一户家庭都会获得一百块钱的 电子邻里购物券详情 将会在稍后时间公布 那以前发这个纸质代价券的时候呢 必须到联络所去领取 相信呢 联络所将会提供更多的讯息 至于那些没有手机的朋友 不用着急 因为不止你一个没有手机 有关方面将在稍后时间才公布有关领取 电子代价券的详细情况 请你耐心等待吧 有话不吐不快 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吗 有事不能不说 就当他能做吧 让大家 好 请听理 62520958 有话说 有话自己说 有话自己说 有话才能做 每个段时间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ơ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